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Apache StreamPaths和Apache POSA的一个结合 然后我叫杨子柯 是POSA StreamPaths的PMC Member 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是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 StreamPaths和POSA是什么项目 然后会介绍一下他们当前的 结合的一些局限性 以及我们想要做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会再去介绍 怎么去做他们的一个集成 以及如何用FunctionStream 去让POSA和StreamPaths可以work在一起 首先我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Apache StreamPaths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All-in-One的一个IoT的工具箱 它集成了很多的数据的一个Adapter 还有可以支持在线的一个流水线的编辑 来构建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流水线的应用 然后这个是StreamPaths的一个架构 可以看到StreamPaths它提供了Web UI 就是整个一个可视化的界面 以及它对接了很多 大概有上百个的一个数据源 以及那个AdapterAdapter以及DataSync 还有它提供了Java SDK Python SDK 以及我们今年也在开发的Go SDK 让用户可以通过SDK的方式 去操作StreamPaths的API 然后这个是StreamPaths的一个Adapter StreamPaths它提供了大概就是上百个Adapter 可以对接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系统 包括像Kafka、Posa、RockyMQ等等 以及通过这些Adapter的话 用户可以通过StreamPaths的可视化界面 去通过鼠标拖拉载的方式 从左边的一个ToolPaths把它给拖拉到一个Canvas 去构建出一个流水线的应用 StreamPaths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算子 包括像图里面说的 这里展示的是Projection的一个算子 以及像预值过滤的一个算子 还有就是到那个数据Sync这边 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Sync的一个方式 包括把这些数据通过Email形式发送出去 或者说Sync到DataLag上 然后固件完那个流水线应用后 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观察 所以StreamPaths它提供了一个Data-Bolt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可视化的方式 去构建整个可视化的一个数据面板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一个聚焦的内容 就在StreamPaths它去怎么部署流水线的一个方式上 这是目前StreamPaths部署流水线的一个架构图 首先StreamPaths有它的一个UI 当用户在UI上点击它的那个Start Pipeline的一个按钮之后 就会开始整个流水线部署 然后StreamPaths Code Service 也就是StreamPaths这个后端 它会去管理所有的流水线 首先它会对流水线拆分 因为流水线它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 就像我们刚刚展示的主要是由Data-Beta Pipeline Element就是算子 以及那个Data-Sync组成 然后StreamPaths Code Service 就会对每一个Pipeline进行一个拆分 然后StreamPaths Code Service 它有三个模块 一个是Service Discovery 用来去管理所有的Service 包括下面的Extension Service 用来运算所有算子的一个Service Extension是用来对Pipeline拆分的一个Service Monitoring是对所有的一个流水线算子 进行一个监控的一个模块 所以StreamPaths它通过Extension的一个模块 去对Pipeline进行拆分之后 得到结果就是所有的可部署的一个Pipeline Element 接下来它会把所有的Element都部署到 对应的Extension Service上进行一个分布式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Extension Service上去做运行 在StreamPath底层 它是用那个Messaging Layer 来做消息的一个通讯 目前支持像Kafka Posa 还有MQTT的一个消息的通讯方式 我们是在0.93.0版本 也就是0.93.0版本去集成了Posa的一个Messaging Layer 但是这样的一个架构方式有一些弊端 包括首先第一点就是目前的Pipeline Element 它只能支持单节点的部署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部署的方式 但是一个Element它只能部署在一个Extension Service上 它就很难做到一个for tolerance的一个功能 也很难做到一个并发的一个优化 然后第二个是现在StreamPath并不支持一个动态的复杂均衡 现在静态复杂均衡也比较有限 现在是一个相当于随机选择Extension Service这个方式 但是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去通过观察 每个Extension Service它的一个复杂情况 去动态地去迁移这些Element 第三个一个Limitation就是目前的StreamPath Element 它只支持Java的一个开发方式 就是所有的PiPiElement都是用Java语言写的 但是我们更希望它能支持更多语言的一个编写 就是可以通过其他编程语言去编写不同的PiPiElement 第四个是没有隔离的环境 所有的PiPiElement它们都共享同一个JVM 这也意味着如果有一个PiPiElement它出现一些问题 出现了bug 或者说它出现一些高复杂的情况 它会影响到这个JVM里面的其他的一个PiPiElement 我们这次要做的目标 主要是针对刚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支持多几点的部署 包括我们要支持Fault Torrent的一个部署方式 以及一个并发的一个部署的方式 还有我们要支持静态和动态的一个复杂均衡 我们希望这些PiPiElement都可以平均复杂到 每一个Extension Survey上 第三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多语言的支持 第四个是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PiPiElement 去部署到边缘节点上 就是它可以部署到云端的KBIS环境 包括边缘的一些像树莓派 它都可以部署上去 然后最后一个是 我们希望为每个PiPiElement都提供了隔离环境 这样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包括CPU内存资源的隔离 以及像一些网络环境的隔离 不过在此之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Posa Posa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的 一个Messaging和Streaming all-in-one的消息系统 Posa提供的一些特性 包括像Multitinacy的支持 我们可以在一个单独的Posa的一个cluster里面 去创建多个租户 然后让这些租户去隔离他们的权限以及资源 还有就是Posa提供了丰富的一个subscription mode 包括像exclusive,share,failover 以及keyshare的一个subscription 还有就是Posa支持单条签收的一个能力 比如像我们可以对单条消息进行一个act的一个机制 还有Posa提供了增强的一个高可用性 我们这次相当于去改造这个StreamPath的一个 PiPad的一个service 最主要的就是应用到PosaFunction的一个框架 PosaFunction它是一个 类似于基于Posa构建的一个轻量级的一个 流计算的一个系统 PosaFunction它的一个组成单元和 刚刚看到的StreamPath的Pipely是类似的 它也有像DataAdapter 在Posa中叫做PosaSource 来去输入数据 然后中间的Function去做一个算子,一个计算支持 还有就是它有FunctionSync 把这个数据输出出去 然后我们还有利用到的另一个框架就是PosaConnector 这个我们是为了去对标StreamPath的Adapter 它和Adapter也是类似 就是它会从用PosaSourceConnector 它可以去实现StreamPathAdapter的功能 可以从外部系统里面导入数据到Posa这边来 去给StreamPath使用 也可以将Posa里面的数据导出到外部系统上 作为一个StreamPathSync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就是怎么去让StreamPath和Posa进行集成的一个架构 我们主要的一个修改就在于 我们把StreamPath下面的Extended Survey 给替换成了PosaFunction类似这么的一个结构 当然我们还是用StreamPath的Extended Survey来做代理 但是在StreamPath Code Survey就是后端 它传过来的所有的一个Pipeline部署的请求 它都会通过相当于Extended Survey的代理 但是它背后并不是像之前那样 部署在StreamPath的Extended Survey上 而是背后经过了部署在了PosaFunction的一个Survey 然后在底层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对立 会基于Posa来做一个通讯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PosaFunction去构建出多个Function Service 去代替原来刚刚介绍的Extended Survey 但是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 我们使用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框架就是Function Stream Function Stream 这里给大家做简单介绍 Function Stream就是基于Posa和WebAssembly 这么一个相当一个框架 Function Stream提供了这么些功能 首先第一个是它有Skability 还有Fortorrent的支持 这也是解决刚刚我们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Function Stream它可以把一个Function 也就是对应我们刚刚说的StreamPathPayPalElement 去给部署到多个Function Stream Survey上 来实现一个高可用性的支持 以及我们也可以去用Fortorrent的形式 去部署到多个服务上 当有一个Function它挂的时候 可以立马切换到另一个Function上 Function Stream通过WebAssembly 它提供了多元的支持 就是只要你开发Function的一个语言 能够编译成WebAssembly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PosaFunction 跑在这个Function Stream上 Function Stream也提供了 跨架构运行的支持 Function Stream不仅可以运行在 X86架构也可以运行在ARM平台上 这也让我们得以把这个Function Stream 部署在像树莓派一些 比较轻量的一些边缘节点上 Function Stream也提供了一个隔离的机制 因为每一个Function相当于是运行在一个WebAssembly runtime上 那它们的一个CPU还有内存 还有它的网络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隔离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是我们使用Function Stream和Posa和StreamPath 做集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架构图 因为StreamPath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就是支持在KPath上去做云延伸的部署 那我们就利用了KPath这么一个机制 让StreamPath、Posa和Function Stream都部署在KPath上 然后我们再添加了一个新的组件 就是Function Stream KPath Operator 它可以通过类似于CRD的一个形式 去对整所有的StreamPath的一个Function做一个管理 所以整个架构图就是最上面的 从StreamPath Code Survey我们是没有动它的 但是通过Extension Survey做一层代理 以GFS Admin作为一个和KPath中间的沟通层 然后来控制底下的所有Function Stream Survey的一个运行 接下来我会以一个例子给大家 就是给完整介绍一下 这整个架构是如何部署整个StreamPath的Pipeline的 首先是用户在它的可受化界面里面 去构建好它的StreamPath的一个Pipeline 通过拖拉这种方式 然后这有个例子就是我们从用户自定义的Adapter 去传入数据 然后中间是一个图像识别的一个Pipeline Element 的一个算子 它中间经过是一个AI Model的一个运算 然后再把它给Sync到一个数据库里面 就是一些时序数据库里面 然后用户如果在这个界面上点击这个 用户在这里点这个StreamPathPipeline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请求交给StreamPathCodeService 去做拆分 那下一步就是StreamPathCodeService 它的Execation模块会对这个Pipeline做拆分 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Input 还有这个图像识别 还有Output 它会把给拆分成三部分 首先是Adapter 还有Pipeline Element 会变成一个Function名的Function的概念 然后还有就是最终的一个数据 所以有一个DataLake的Sync 所以像我们刚刚的流水线 就拆分成了三个算子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调用这个ExtensionSurveys 它是做一个代理的形式 接下来ExtensionSurveys会调用这个FS Admin 去直接去操作KBus 所以它会去 在KBus里面我们定了 然后我们在KBus里面定了一些CIP 对这个Function的一个CIP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里其实有三部分 Sync来指名这个Function 它从哪个TOP里面去拿出去 也就是一个ExtensionTOP拿出去 然后Sync的话就是 指名这个Function要完满 然后这个Function也写出去 还有就是这个Function的Runtime 我们要用到哪些Runtime 这里的话就是用MaiModel 然后中间叫MaskActification的一个Model 去做部署 那这个时候它就层次到了KBus里面 对 那接下来就是FskBusOperator FskBusOperator就会去逐上的系统 那它就会去做具体一个部署 然后接下来FskBusOperator 它相当于是KBus和下面的FunctionStream的一个沟通的媒介 那它会去根据我们刚刚的一个Function的定义 去把它给部署到对应的FunctionStream的一个实力上 所以它会去通过类似于GRPC这个请求 去和FunctionStream的一个做一个沟通 把这个Function给部署上去 然后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FunctionStream它就可以拿到 这个刚刚我们定义的Function的概念 因为它可以知道 OK 我要从哪里拿数据 从哪个topic拿数据 我要把哪些数据写到哪个topic上 以及我要运行哪些runtime 它都知道 然后首先它会从那个 去拿到这个对应的一个run 我们要运行的一个wessom的文件 对 我们现在的一个架构就是 把wessom先存储在一个对象存储顺库里面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阿里云的OS 或者说其他S3的一个协议的存储 然后FunctionStream会从ObjectStorage上面去下载 这个package wessom的package 然后再从Posa这边去创建producer Consumer做交互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步就是 FsOperator它会收到FunctionStream 它的一个部署成功的一个 就部署状态的一个更新 它会去更新我们刚刚定义的 这个CR的一个status 比如如果它部署成功了 那它就会把这个status里面的state 改成一个deploy的状态 以及它会去标明它当前这个resource 部署在了哪个node上 比如我们这里部署在node1 那它会在这个annotation里面 添加一个node1的一个标识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 所有的这个StreamPath code survey 它可以从KPath里面 以及从FunctionStream里面 去拿到它所有的需要的一个status 还有logs的一些日志数据 然后再把它给显示在用户的界面上 这样后来用户它就可以知道 我这个流水线它部署成功了没有 以及它的一些日志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流水线的 部署的一个流程 然后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 像FunctionStream它还提供了哪些功能 首先是用FSSDK 这个是用户开发这个Function的一个例子 我们提供了一个 这是一个goFunction的一个例子 我们提供SDK让用户可以 就是通过多种语言去开发 首先用户开发第一步就是定义 它所要处理的schema 比如它可以直接定义它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再定义它所要的Function 它可以通过指定它的一个input的参数 以及它输出的参数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就在这个Function里面 然后第三步就是去注册这个功能 就是通过SDK的方式去把它给注册上去 那这个时候它会去和FunctionStream的一个survey去做沟通 让FunctionStream知道 OK这个Function它要处理什么样的数据 以及它的一个定义的功能是什么样的 最后FSDK也提供了一个Function日志的功能 通过这个Log的日志 StreamPath Code Survey它会去从Wayson里面去采集这些日志 把它给体现到那个可视化界面上去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Function的开发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像其他语言 比如像CIR加C还有Rust语言都是类似的 都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形式去开发 然后第二个是FunctionStream如何提供一个Scapity 就是还有这个FordTorrent的支持 主要是用到一些Posar特性 包括那个比如像FordTorrent的话 就是用Posar的一个FairOver的一个订阅模式 它可以让多个Function去通过FairOver模式 去订阅到某个Topic上 这样的话有一个Function它挂掉的时候 另一个Function它可以马上被拉起来 然后具体的定义方式是我们在部署这个Func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指定它的一个Substration Type 以及它的一个Substration Name 然后在用户界面就是Simpact界面上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AdvancedConfig里面 去指定它的一个Type 以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Type切换成一个Share的模式 那这样的话多个Function它可以从一个TOP里面去消费数据 还有就是一个KeyShare的一个模式 可以保持一个局部的一个有序性 Function Jim也提供了一个环境隔离的一个功能 就是Function Jim提供了多种的一个环境隔离的一个功能 首先是Function Jim本身作为一个WebAssembly的Runtime 它可以对里面所有的WebAssembly function 作为一个内存上的隔离 比如我这个Function它最多占用50MB 然后其他Function占用多少MB都是可以去做隔离的 但是WebAssembly Runtime它的隔离是有限的 它不能隔离CPU 就是它不能确保你的CPU 不能设置它CPU的上线 还有网络流量上线 但是它可以做到它的安全性的隔离 但是假如用户希望它能设置CPU利免化 那Function Jim提供类似于Port级别的隔离 就是Function Jim它本身很轻量 它甚至你可以把Function Jim作为整个流水线的Port进行部署 那么你可以让这个流水线去定义它的Request Limit 就是我这个CPU和Memory它的一个Limit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就是用到KBAS的一个机制去做一个资源隔离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让Function Stream 以Port的就是以Piply的形式 一个Piply对应的是一个Function Stream的一个Runtime 因为Function Stream本身很轻量级 所以你甚至可以借助KBAS的一个机制 一个流水线就作为一个Port的一个单位去部署 然后我们可以让一个流水线部署两个Replica 来实现一个高可用的一个部署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我们一个流水线部署了两个Port 然后每个Port我们指定它所隔离的资源 所以Function Stream支持多种的一个隔离的模式 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Function的一个CRD去设置 然后就是Function Stream支持那个多环境的一个部署 包括Function Stream可以支持在部署在树莓派上 以及一些裸金属的一个服务器上 还有就是我们的KBAS云上 KBAS的话就是通过Operator去管理 Operator它不仅可以管理云上的Function Stream 包括其他部署环境的Function Stream 它都可以去管理 然后Function Stream它可以对不同部署环境的一个部署方式 去做那个MQ上的优化 比如说你是部署在云上的话 你可以使用Port的一个队列 对比较重量级或者说高可用的一个队列 去做一个盛产消费 但是在树莓派上用Port是不太现实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比如在裸金属服务器上没有余环境 那么你就可以用一些更轻量级的一个队列 比如像MQTT这种 那Function Stream也是支持 它只需要去 你在Function定义的时候 去修改它的一个 Input和Output的那个队列的类型 然后在树莓派上 我们甚至Function Stream支持 内存级别的一个队列 一个简易的队列 所以在Function和Function之间沟通 它可以直接走内存级别的队列 去做数据沟通 然后在跨部署环境的一个Function沟通的话 它就可以走一些Posa或者说MQTT 这样的一个队列去做沟通 这样的话Function就可以支持 像各种各样的一个多种环境的一个部署之间的 一个协调和沟通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Function Stream支持一些复载均衡 但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基础的 就是Function的复载均衡是依靠为Operator Operator它会去实时监控每个Function Stream的一个资源状态 然后假如发现比如这里Function A 它的一个资源占用率 或者说它的那个复载很高的话呢 它会去让这个Function A 迁移到Function B 那个第二个节点上 从Node1迁移到Node2上 那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修改这个Function这个CR里面的一个annotation 把这个Node1改成Node2 这是FSOperator里面的一个RodMesh的一个模块 去做一个事情 那修改完之后呢 它这个CR就会继续让Operator去做那个reconside 然后去做一个重新的一个部署 OK 然后这是前面介绍一些Function Dream现有的一些功能 然后这是我们未来的RodMap 就是未来我们一些想要做的功能 包括像我们想要支持这个Function的一个在线的一个编写 做在Stream Path可说话界面上 那我们就可以在界面上去写这个Function的一个代码 以及我们希望增加一些Transession的支持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提供更高级的一些Function 包括我们可以让这个Function 以更加轻量或更加重量级的一个方式去部署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支持Function Version的一个管理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管理每个Function的版本 去做那个Function的一个升级或降级 OK 这是我主要分享的一个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这三个Repo 分别是Stream Path Polestar和Function Strea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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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